歡迎收看華視新聞雜誌 台灣一幕幕多元與精彩 更切眾時事 關心柬埔寨詐騙風暴下 台灣青年貧窮議題 華視新聞雜誌幼稚報道 分別入圍第二十二屆卓越新聞獎 福發新聞獎及新聞節目獎 兩項大獎 福發新聞獎入選的有 華視大政來襲前進華東 今年華視的表現非常好 總共有六件作品入選 評審們覺得華視今年的這個 參賽作品入選作品 都有議題具有重要性 然後報導流暢 然後也能夠提出 關鍵的這個證據作證 今天我們看到缺藥潮 華視新聞發揮公共媒體價值 深度報導表現優異 由主播陳亞玲 所主持的新聞高峰會 團隊製作深度報導 藥荒之痛 計畫是新聞雜誌 節目團隊探討 露營斷上的作品 失控的山林 雙雙入圍短篇深度報導獎 另外探討社會照顧議題 誰來照顧你我的未來 及爛尾樓風暴 你的爛尾樓我的家 同樣入圍長篇深度報導獎 華視作為公共媒體 能夠關注公共利益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部分的表現是很好的 第二十二屆卓越新聞獎 華視新聞表現亮眼 電視及網路營營類四大獎項 共六件作品入圍 在各家媒體中排名第一 也為守護新聞價值盡一分心力 華視新聞曾經做我羅宗佑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